老虎团多人遭处置 红黄蓝事件在反转 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涉虐同猥亵事件 警方公开通告对性侵一概否认 日前网上传出未经证实的一则消息 显示朝阳区多名相关官员被问责 老虎团团长被责负领导责任 同时有三名老虎团军官 以及四名离退休干部及亲属被抓 相关处置疑似与红黄蓝事件有关 日前大陆微博传出一条博文 疑似大陆当局对红黄蓝事件的内部处理通报 该疑似内部通报称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吴道怀 北京朝阳区副区长孙齐军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师长政委遭内部处分 则令北京卫戍区政委江勇向中部战区司令韩卫国 政委应方龙做出检查 则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秦文质 成立专案组限期结案 则呈教育部副部长林慧卿都道开展幼儿园专项检查 此外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团长严永辉被指负 领导责任 遭降险 寄过 警告处分 而副团长陈水松 第三营营长叶浩帝 参谋纪建宾被撤职 交保卫处逮捕问询 涉案里退休老干部及家属主四人被移送公安局刑侦支队调查 记者经调查发现 上述疑似内部通报中提及的吴道怀 孙其军 江勇 韩卫国 殷芳龙 秦文氏 林慧卿和严永辉 其姓名和身份全部相符 其中 有关朝阳区副区长孙其军 陆美有其到下辖部门检查安全生产 调研医改等报道 说明其分管领域确实与安全 卫生医疗有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 正是红黄蓝事件爆料中被指参与猥亵幼儿的老虎团 有家长指 涉事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园长的丈夫是老虎团的 夫妇二人勾结老虎团军官对幼儿实施集体猥亵 爆料中的爷爷医生和叔叔医生被指示老虎团成员 针对此爆料 老虎团政委冯俊峰曾在军媒予以否认 但罕见承认涉事幼儿园园长是该团退役人员的家属 而上述疑似内部通报中 恰好有三名老虎团军官被军方逮捕 四名离退休老干部及家属、亲属 遭公安局刑侦支队调查 就 儿园长的新闻